但是疫情之下呢 有老闆更佛心 亲自帮员工准备午餐 甚至还出现过龙虾 但是员工说呢 因为吃得太好了 体重居然是胖了 35公斤 午餐时间快到了 老闆娘在厨房大展手艺 准备让四个小孩 以及修车师傅 饱餐一顿 每天都想新菜车 会不会说 不会不会 为了小孩子 为了员工 对对对 简单的家常菜 却是爱心满满 肉和海鲜还有青菜 是每天必备的菜色 而且用料毫不手软 这碗汤是满满的鲜柯 有时候连龙虾都会端上桌 这样的待遇让人羡慕 有疫情 疫情对 所以自己煮 对 人 傅夫和朋友之间 或客户之间 大家都说都合胜 主要是说 大家都有良口 嘉宜这家气修厂业者 相当贴心 为了员工的健康 免费公餐 而且餐费还是照给 员工的体重 已经从80公斤 被胃到变成115公斤 听说你最近体重增加不少 对 大概几公斤 体重暴增35公斤 让这名员工 开始为身材烦恼 更困扰的是 如果离职了 这样的老板上哪找 记者张俊荣 嘉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